根据统计,有5%到10%的人一生都会被消化性溃疡所困扰 除了幽门螺旋感菌感染外 也与压力、长期服用药物、暴饮暴食、刺激性饮食有关 以下提供饮食治疗的六项原则可以减少对胃的刺激 避免胃酸分泌过多 让胃自行修复粘膜就能改善胃溃疡的问题 棉蛋白有助修复伤口 特别对胃黏膜、肠道黏膜有好处 像是秋葵、山药、木耳、莲藕、菇类都富含黏蛋白 另外维生素U是抗溃疡因子 十字花克类蔬菜就含维生素U 高丽菜、花椰菜都是常见食材 含亚麻油酸的油品可抑制胃酸分泌 次亚麻油酸的油脂则能抑制发炎 交替食用可降低胃酸分泌,促进伤口修复 但油渣类食物容易刺激胃黏膜 还是少吃为妙 未会痒患者应该避免吃糯米、粗菜梗等粗纤维 不易消化的食物 主食建议吃饭、粥、麦片、小米、莲子、山药、地瓜、南瓜等 能养胃健脾 蔬菜可以选择纤维较短的嫩菜类与瓜类 而小麦制成的面制品吃多容易负胀 如果食用不搭配纤维脂容易消化不良 像是榨物、辣椒、胡椒、咖喱、生蒜头、生洋葱 还有咖啡、巧克力、茶类、甜食都是刺激性食物 容易伤害胃黏膜 有喝茶习惯的人建议喝淡茶或是改喝无咖啡因的水果茶或是花茶 冰冷食物进到胃里 血管会急剧收缩 影响胃酸与消化酶的作用 有这样胃疾病的患者 吃饭时避免搭配汤、水或饮料 如此才能刺激口腔分泌更多消化酶 建议等饭后一小时再喝饮料 或是饭前半小时喝水 人间福报综合报道